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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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為這位介紹 BMW Formation的無線加圖系列 它總共有 DUOR、Wage、Bot、Flex 還有Base這五種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它的老大哥DUOR系列 DUOR它是承襲805的外型 它的箱體設計 還有它的中間音盆 然後Formation的這個系列 Formation是BMW全新的無線技術 那就是說它的喇叭音響的部分 裡面都有四個Wi-Fi 那這兩個Wi-Fi是 喇叭之間可以彼此溝通 可以形成多防系統 另外兩個Wi-Fi是讓他們 可以和訊源不管你是Supportify 或是你的手機AirPlay做連結 透過這四個不同的頻段 可以節省你的頻寬空間 來達到這個Formation的 無線串流的技術 同時它喇叭裡面 內建兩台 125W第一類數位的擴大機 同時推動高音和低音的部分 那它這個系列 Formation可以搭配Wi-Fi 然後就可以無線串流 不管是你的AirPlay 或者是Supportify 都可以使用 才傳送這高音質的音樂 那現在我們就來看看 它是如何來操作 還有設定的部分 首先打開你手機或平板的 B&W APP 你要下載 然後打開它 開始進行設定 尋找你Formation的裝置 產品 這時候它會建議你把 設備接上電 你的平板或手機有開藍牙 就可以去和你的設備做連結 這時候找到Formation Duo的部分 第一個是可以設定你的空間 你的喇叭在什麼空間 客廳啊 還有很多內建的 你也可以自己取名字 我就取一個Duo的部分 讓我比較方便去辨識它 再來它會建議喇叭不要距離太近 超過兩公尺以上 聲音會比較好 結像會比較好 空間感也會比較好 再來你就可以 按下你左邊喇叭的燈號 它可以確認這個喇叭是左聲道 還有特別提醒它有一個喇叭專屬的 喇叭立架 這是可以讓它散熱而且聲音比較好的一個配件 建議你購買 再來就是設定喇叭連結到哪個Wi-Fi的部分 喇叭我們就一般就是用無線的方式 和家裡的Wi-Fi做連結 所以建議Wi-Fi放在比較好連結的地方 這個時候 輸入你的Wi-Fi的密碼 你的喇叭就會去和Wi-Fi做連結 可以和外部網路做串流的部分 再來換到右聲道囉 按下你右聲道的燈號 按下你右聲道的燈號 按下去 你就可以簡單的完成 這個設定 它會顯示說 你的右聲道正在和你的外部 加到你家中的網路當中 它說成功 你的Formation Duo已經設定完成了 這個時候它就可以 它就告訴你說 你可以用AirPlay、Spotify、藍牙 各種方式去播放你的音樂 那我們可以直接透過AirPlay的部分 來播放 AirPlay 然後尋找一下 你的這個喇叭 我剛剛尋 剛剛設定是Duo 就可以播放了 好 開始 這樣就可以去 很簡單的方式 不到兩分鐘就可以做好設定 並且享受音樂 你的消息 可是在我已經找不到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